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昨晚下班时 我告诉男朋友周后我辞职了 本以为他会替我高兴 祝贺我终于摆脱了困境 没想到他当场脸色就变了 这么好的工作你真的辞了? 他沉着脸问 我点点头 的确 这份工作每月到手有一万五千 还有双休和弹性工作制 不用强制加班 算是外人眼中的好工作 可只有在其中的人才知道 所谓的弹性意味着客户需要时 不管是半夜还是清晨 你都得立刻起床加班 这两年里 我的压力大得难以形容 得知我真的辞了职 周昊突然怒火中烧 你怎么这么自私? 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商量 每个月房贷要六千 车贷两千 你辞职了? 这些钱难道让我一个人扛? 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可笑 房子和车子都是他的婚前财产 只有他的名字 不应该他自己还吗? 他气得大声吼道 我一个月才赚一万 你是我女朋友 当然应该一起承担 你赶紧去找领导把工作要回来 不然我们就分手 我不肯 他当即绕到副驾时 声拉硬拽地把我从车里拖了出来 你不出钱 就别坐我的车 他说完 开车扬长而去 我站在路边 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辞职的喜悦瞬间消散无踪 我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 周浩和我是在一次饭局上认识的 他平时幽默、情绪稳定 在一起的半年里 我们从没吵过这么大的假 我带着炸鸡和啤酒 敲开了闺蜜白衣衣的门 把刚发生的事一股脑地倾诉出来 他象征性地骂了几句周浩 随即话风一转 开始指责我 家倩 不是我说你 这次你真的做错了 周浩那么爱你 辞职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和他商量一下 我不解地问 如果他真的爱我 为什么当街吼我 把我赶下车 这种爱你要不要 白衣衣抿了鸣嘴 表情有些尴尬 第二天早上 我还在睡觉时 突然被人咬醒 周浩在楼下等了你一晚上 你快去看看吧 我还没反应过来 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一一解释道 你们吵架后他就发信息给我了 是我告诉他的 我走到窗边 看到周浩靠在车旁 脚边满是烟头 依然穿着昨天的衣服 看来真的是等了一整晚 看着这一幕 我心里有些触动 随手披了件外套 就跑了出去 周浩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 倩倩 昨天不该把你一个人扔下 是我错了 你打我吧 说完 他拿起我的手 往自己脸上拍了几下 看到我笑了 他长输了一口气 不过 倩倩 昨天吵架你也有责任 辞职这么大的事 你一句话都没和我商量 现在大环境不好 我担心你之后找不到好工作 才会生气的 周浩的话确实没错 疫情之后 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可是我并不担心 慢慢找呗 我不急着工作 趁这次辞职 我正好想休息几个月 没想到 他一听我要休息几个月 脸色立刻变了 这不行 你不上班 谁来养你 我以为他是在关心我 于是赶紧安慰道 别担心 我有存款 谁知他接下来的话 差点让我惊掉下巴 什么叫你的存款 咱们以后要结婚的 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有一半是我的 你怎么能一个人把钱花完 房贷 车贷你不还就算了 但日常开销你 总得负责吧 难不成你想什么都不管 一大早 我真不想吵架 但他的话实在太离谱 我冷冷问他 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得马上找新工作 然后用我的工资养我们俩 听到这话 他露出欣慰的笑容 一副你终于想通了的模样 这就对了吗 我们以后要一起过日子的 钱应该用在家庭上 而不是你自己身上 我心里顿时生起无尽的愤怒 他赶紧软下语气 哄道 宝宝 我不忍心看你压力大 所以房贷 车贷这种大头我来扛 你呢?就负责日常的吃喝 月底有闲钱了 还可以帮我加两箱油 怎么样?老公对你好吧? 你只出一点点钱 就可以住上新房 开上新车 听着他这番话 我突然觉得对他的厌恶超越了喜欢 这算盘打得可真响 简直要打在我脸上了 房子的首付是他付的 贷款也是他还 妥妥的婚前财产 即使结了婚 我也只有居住权 离婚后一砖一瓦都分不到 而我的工资全花在日常开销上 日复一日无影无踪 到最后人才两空 而他房子车子双丰收 他真把我当傻子了 不过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 我了解周浩 他要是知道我要分手 肯定不会轻易放我走 所以我假装被他说服 说会回去考虑一下 回到家后 我把事情跟父母讲了 他们听后表情很严肃 你是怎么打算的 爸爸问 我答道 我又不傻 肯定不会听他的 爸爸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过我也有些犹豫 突然裸辞 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会不会有些任性了 我身边的朋友 都是先找好下家才辞职的 虽然我在周浩面前表现得毫不在意 但心里其实还是有点怕父母责备我 要是连辞职这种小事都犹犹豫豫的 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 确实 我爸妈从小就告诉我 他们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 刚大学毕业那会儿 他们全款给我买了房 还给我存了一大笔钱 足够我不用工作十年也不愁吃喝 爸妈辛辛苦苦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物质条件 就是希望我能有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随波逐流被人牵着鼻子走 想到这里 我因为辞职产生的那点愧疚感 顿时消散无踪 晚上 我正躺在床上追剧 突然收到周浩的消息 宝贝 你想好要找什么工作了吗 我淡淡地回了两个字 不找 他一下子急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负责日常开销 我负责还贷款 你不找工作 我们怎么生活 我们在一起是要共同努力的 你怎么能把所有的压力都推给我 老实说 我对你挺失望的 没想到你这么自私 是不是你找不到工作 才故意闹情绪 正好我朋友的店里在招服务员 工资五千一个月 我跟他说 留个位置给你 你先去坐着 工资直接打到我卡上 你只要好好上班就行 其他的事情不用操心 我一定会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的 看完这些话 我简直气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个男人居然吃得这么香 明目张胆地想靠我养活也就算了 还要我去他朋友的店里做服务员 而他明明知道他那个朋友多么喜欢骚扰女员工 为了钱 他居然打算把我往火坑里推 我再也忍不住了 立刻开始打字 哪个臭水沟没盖好盖子 竟让你这种垃圾爬出来了 我平时给你脸 你真把自己当人看了 你是我儿子 还是我孙子 竟然还想让我养你 沈家倩最讨厌你这种物质至上的穷男人 分手吧 我受够你了 消息刚发出去 周浩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气急败坏地吼道 沈家倩 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要分手 世上还有你这么小气的女人 我懒得听她的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并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 第二天竟然遇到了不速之客 周浩一家子找上门来的时候 我正和爸妈吃早饭 他们一家人刚从工地回来 鞋底沾满了泥土 进门连鞋也不换 走得整个客厅到处都是脏兮兮的脚印 他妈一进门就嚷嚷道 亲家公 亲家母 你们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劳两口为你女儿掏空家底买房买车 你女儿却什么都不帮 还私自辞了工作 我妈愣住了 什么事 周浩她妈继续抱怨道 我儿子为了你女儿还房贷车贷 已经压力山大了 现在你女儿连工作都不找 这日子还怎么过 天底下哪有这么不厚道的人家 我爸妈互相对视 脸色极其难看 他们体面了一辈子 头一次遇到这么蛮不讲理的人 但作为公司的高层 他们在气势上绝不会输给对方 我妈冷冷地说道 你这话说得好笑 什么叫为了我女儿 房子写我女儿名字了吗 车子让她开过吗 既然没有 那这些东西和我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更没义务帮你儿子还贷款 周浩她爸擦了擦鼻涕 附和道 你女儿真是自私 连同甘共苦的道理都不懂 除了我儿子 还有谁能要她 我爸听完 顿时火冒三丈 回怼道 这话应该我们来说吧 你儿子连买量大众都得贷款 在公司干了五年 工资一点没涨 又没身高 又没样貌 也就是我女儿年轻不懂事 愿意跟她在一起 现在我们完够了 不要你儿子了 看来她这辈子注定打光棍 周浩她妈一听 瞪大了眼睛 往地上吐了口痰 骂道 我儿子有房有车 可抢手得很 我看你女儿才是垃圾 年轻轻就懒惰成性 妄想着找男人养她 我真搞不懂 什么样的家庭能养出这么不要脸的女儿 既然你女儿不愿和我儿子一起吃苦 那就让她把欠我们家的钱还回来 我愣住了 反问道 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 周浩目光闪烁 直直无无地说 虽然没借过 但咱们在一起这半年 你也花了我不少钱 我正疑惑时 她妈竟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 随手翻开 空气中飘起一股尘土外 她开始一笔一笔地算 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叫星星巴克的地方 点了杯饮料 花了三十块 哎呀妈呀 三十块一杯的东西真贵 第二次是在杨国福吃饭 花了三十块 买了瓶可乐三块 你女儿生日 我儿子还送了她一瓶香水 十九块酒 她一边念 一边抹着鼻涕眼泪 哭得稀里哗啦 我爸妈听得目瞪口呆 满脸无语地看着我 仿佛在问我 你到底是在哪儿挖来的这种奇葩 我冷冷贴了一眼周浩 开口道 十九 你连九块钱的香水也要拿出来说吗 我知道周浩的家庭条件不好 身上还背着房贷和车贷 经济压力很大 所以跟她在一起时 我有意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标准 陪她吃麻辣烫 串串香这些平价餐 我甚至在情人节和生日这些日子里主动告诉她不用给我买礼物 然而 周浩偏偏死要面子 硬是要送我一瓶香水 而且还把礼物寄到了我公司 非得让我当着同事的面拆开 谁懂啊 当我在大家面前拿出那瓶香水时 别提多尴尬了 我不敢说是男朋友送的 只好谎称是商家补计的小样 可周浩却自豪地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不是很高兴收到这么大牌的香水 我们那时还在热恋期 为了不伤害她的自尊 我也没告诉她 那瓶香水少了一个字母 根本是个假货 现在回想起来 她就是想花小钱装大方 搞得我还不能揭穿 送假货让我丢脸也就算了 之后她竟然还来找我要钱 周浩脸色有些尴尬 小生的辩解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她爸在一旁骂骂咧咧地附和 听到了没 你女儿花的都是我儿子的血汗钱 得还给我们周家 这钱是要留给未来儿媳的 不是给那些拜金女挥霍的 一向优雅的我妈听到这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真是不要脸 区区三百块钱 连我一顿饭都不够 居然说我女儿拜金 周浩见自己亲妈被骂 也不装了 撕掉了伪善的面具 露出试快的嘴脸 沈家倩可不止花了我三百块钱 我接送了她多少次 邮费就得算五百 多次的车费加起来 少说也有八百 既然要分手 那就把欠我的这八百块一定还上 我真是气笑了 明明是她自己爱装逼坚持接我 现在倒好 还敢开口要钱 我坐她的车不仅没有享福 反而常常受罪 大热天的舍不得开空调 车里还全是烟味 每次坐都要我半条命 更搞笑的是 我晕车坐在副驾不说话 她竟然自作多情地认为我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问我是不是比地铁和公交舒服 不忍伤她自尊 我一直没告诉她 其实我上班都是打高级专车的 现在她和她的一家人还摆出一副不还钱不罢休的架势 真是无语至极 既然她这么喜欢算账 那咱们就好好算清楚 我打开微信账单和淘宝订单 你生日时我给你转了525 情人节送了你一双900块的球鞋 还有平时给你买的零食、衣服 加起来差不多3000块 我知道转账时发520或1314可能会被视为赠予 所以留了个心眼 给你转了525 我冷冷说道 你先把欠我的钱还我 再谈那800块 周后她妈一听到她欠我这么多钱 立马急了 像个泼妇一样在我家客厅耍赖 那是你自己愿意花的 没人逼你 你自己倒贴 怪得了谁 我不管 你要是不还我们的钱 我今天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她说完 直接躺在地上 扭来扭去 脏兮兮的工地工作服把我家客厅弄得一片狼藉 我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 端起桌上的水就泼向她 这么一身臭味 真是难闻 免费帮你洗一洗 她丈夫健壮冲上来想打我 结果被我爸一脚踹倒 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 我爸身高马大 长年健身 练了五年散打 浑身肌肉结实得很 而周浩的爸爸长期在工地上干活 早就妖姬劳损了 根本不是我爸的对手 直接被踹趴在地上 看我爸还要踢他 周浩他妈也不敢在躺地上撒泼 赶紧爬起来挡在他老公身前 尖叫道 你敢打人 信不信我报警 我妈不屑地回道 那就报警吧 我正好也想告你私闯民宅 顺便当着警察的面 把钱要回来 周浩气地瞪着我 沈家倩 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爸妈欺负我爸妈 我冷冷回应 不然呢 还是你想让我再踹你两脚 她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 却也不敢动手 最终 在我爸的威胁下 他们一家狼狈地离开了 临走前 周浩还不忘丢下一句狠话 沈家倩 你这种自私懒惰的女人 离了我 绝对没人要你 你再也找不到 像我对你这么好的人了 一场闹剧终于结束 我爸妈和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即便事情闹成这样 他们也没有责怪我 反而幽默地说 今天看了场免费的丑爵表演 直了 和周浩的分手 闹得太难看了 满肚子火的我第二天就约了闺蜜白衣衣出来 准备好好吐槽一番 结果让我更加气愤的是她的反应 我没吐槽一句周浩 她就跟我唱反调 你误会浩哥了吧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出手也不小气 两个人在一起 本来就是要同甘共苦的 我说真的 倩倩 你这个人有点自私了 什么 我忍不住了 你有病吗 怎么老是帮她说话 难不成你喜欢她 换作以前 她早就反驳我了 可这次她却沉默了 紧抿着嘴 耳垂还泛起了红韵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被最好的朋友背叛 我原以为自己会愤怒至极 结果却意外地冷静 我冷冷问道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白衣坦白道 从我见到周浩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她了 只是当时你们还在热恋 她没空理我 现在你们分手了 我终于有机会了 不过我可没当你们的小三哦 我和她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我讽刺地笑了笑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问她这句话 并不是因为我还对周浩有感情 而是因为我曾经把她当作最好的闺蜜 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和朋友的前任在一起 尤其是闺蜜的前男友 白衣衣这么做 显然不仅没把我当闺蜜 连朋友都不算了 沈嘉倩 别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看我 我跟周浩南都是单身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不懂得珍惜的 自然有人替你珍惜 浩哥这么好的人 有房有车有能力 你却把他弄丢了 是你自己没那个福气 白衣衣说得得意洋洋 好像捡了个大宝似的 看得我忍不住想笑 哦!你也知道那是我丢掉的垃圾啊! 捡垃圾这种事 你还真是饥不择食 我一句话让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今天特意来见我 就是为了告诉我他和周浩下周准备结婚了 结婚得这么急 不是劈腿才怪 他得意地向我炫耀着手上的戒指 戒指上的碎钻 看着就不值什么钱 橙色的光泽也不像真的 但白衣衣没见过好东西 估计还觉得这是什么珍宝呢? 你要是想来参加婚礼 我可以留个位置 分子钱随意给 毕竟咱们曾经是闺蜜 真不知道我前几天到底造了什么孽 接连遇到这种傻瓜 怕跟他待久了 智商下降 我赶紧拎起东西走人 到了收银台 我只结了我那杯咖啡的账 以往 我看他家庭条件不好 工资也不高 出门逛街时总是抢着买单 这渐渐让他产生了我是他专属ATM的错觉 每次出来 他都点最贵的东西 这次 我决定让他体验一下买单的快乐 他点的那些东西至少要花掉他两天的工资 估计这几天他都要睡不着觉了 我刚回到家 就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 沈嘉倩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约出来 竟然让我自己买单 有你这样做人的吗? 我淡定地回他 我只是叫你出来而已 又没说要请你 浩哥不是很大方吗? 让他给你报销吧 我知道他一直喜欢和我暗中较劲 凡事都不愿落下风 现在好不容易捡了我不要的宝贝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在我面前炫耀的机会 果然 半小时后 他发来一张截图 显示周号赚了他三百元 备注还写着自愿赠予 他趾高气扬地说 他不大方 只是因为不够爱你而已 我一提报销 他马上就给我转钱了 你错过了这么好的男人 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看着他自明得意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 其实 我去结账时收银员给我看了我们那桌的账单 除去我的咖啡 他点的东西加起来是三百五十元 真没见过报销止报一半的 还这么得意 不过 我并不打算多说什么 只是等着看这个背叛我的人慢慢品尝苦果 白依依以为周号和他闪婚是因为爱他 实际上 人家只是为了找个能帮他还贷款的人而已 周号之前就向我抱怨过公司效益不好 最近几个月工资不到一万 而他还要还房贷、车贷、吃喝拉撒 都压得他喘不过气 见从我这里捞不到好处 他就把目光转向了白依依 虽然他赚得不多 但聊胜于无 总能帮他缓解些压力 所以 他故意表现得像个钻石王老五 连买假钻戒、转账三百块这种事都愿意做 而白依依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 真找到了个有房有车的好男人 他却不知道 那些房子车子都是周号父母的婚前财产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两人的婚礼办得极其寒酸 参加婚宴的朋友回来忍不住吐槽 没见过谁办婚礼还用一次性碗筷的 连个硬菜都没有 全是凉菜 大家挤在一块 热得不行 让他们开个空调 周号他妈还嫌浪费店不给开 真是浪费我份子钱 周号家一向爱妆阔气 唯一的儿子结婚 婚礼却办得这么寒碜 看来他们手头是真的紧张 说不定这些婚礼费用都是借来的 然而 白依依的朋友圈却是另一番光景 他晒了很多婚礼现场的照片 角度都很刁钻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办的是顶级豪华婚礼 他还配文感谢周先生给了他一场盛大的婚礼 声称永生难忘 真是毛坯房的人生 精装修的朋友圈 此之后 我的生活过得无比轻松 每天睡到自然醒 有空时就去超市买菜 给爸妈做各种美食 他们的胃被我彻底征服了 天天喊着让我在家继续伺候他们 还说要给我开工资 晚上吃完饭 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去小区散步 生活惬意极了 我还留着白依依的微信 就是为了看他的朋友圈 他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周浩的新房 再也不用看房东的脸色 搬家的那天 他特意发了一条仅我可见的朋友圈 写着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真是笑死人 周浩的父母可比房东难伺候多了 我只希望他以后不要凉得太快 不久后 白依依就停止了发这些炫耀的朋友圈 朋友告诉我 他们俩现在天天吵架 鸡犬不宁 白依依终于发现了 周浩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有钱 沉默的彩礼一直拖着不给 连婚礼的钱都是借来的 婚礼结束后 周浩父母拍拍手 说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小两口自己解决 白依依现在每天打两份工 不仅要还房贷、车贷 还要还借来的彩礼钱 忙得脚不粘地 根本没时间发朋友圈 他现在等于是在花钱娶自己 谁说不是呢? 不仅娶自己 还捆绑了三位祖宗 婚后的周浩终于露出了本性 完全变了一个人 不仅嫌他赚不到钱 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对他大发脾气 周浩的妈更是天天催着他们生孩子 不肯生就到处骂他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短短三个月 白依依变得沧桑无比 仿佛换了个人 那天在超市里碰到他 我差点没认出来他 你们贴的标签上明明写着打折 为什么结账的时候却按原价来算? 这是想坑人吗? 把你们领导叫出来 我不信了 光天化日之下还敢骗钱 周浩站在收银台前 怒气冲冲地质问收银员 小姑娘耐心地解释了很多遍 说明是工作人员贴错了标签 还表示如果他不满意 可以退款 但周浩不依不饶 非要闹个明白 看着这一幕 我心中突然有些感慨 以前的周浩虽然没什么钱 但至少还有点自尊 如今他为了区区两块钱 当众撒泼耍赖 毫无顾忌 我猜他婚后的日子一定过得不如意吧 不过感慨归感慨 我并不会同情他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如今的处境完全是自己做的 再见到周浩是在一家餐厅外 当我从宝石节上下来时 他站在一旁 眯着眼睛盯着我 脸上写满了疑惑 直到我走近 他才认出开宝石节的这个女人 竟是他的前女友 他一脸不敢相信地走上前 这是你的车 我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淡淡点头 怎么?羡慕吗? 我爸一直记得周浩厚颜无耻地跑到我家 向我要邮费的事 为了防止这种事在发生 硬逼着我去考了驾照 拿到驾照的第二天 他就直接带我去看车 以后想去哪儿自己开车 邮费我给你包了 看着周浩脸上复杂的表情 有震惊 有懊悔 还有一丝奢望 我心里有些好笑 倩倩 其实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现在终于有机会对你说 我当初不该逼你去找工作 现在我想通了 你不想上班就不上 大不了我养你 房贷车贷我已经快还清了 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加到房产上 倩倩 我真的一直喜欢你 渣男的深情根本不值一提 我握紧了手机 冷冷问道 那白依依呢? 听到这三个字 周浩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厌恶 别提他了 什么都不会 赚不到钱 家里弄得一团糟 出门也不会打扮 朋友们都嘲笑我带他出去 要不是他主动爬上我的床 我才不会娶他呢? 倩倩 只要你愿意 我立马跟他离婚 我是真的爱你 给我个机会吧 周浩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总觉得别人是傻子 他以为凭几句虚情假意的话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 他以为在我面前忏悔几句 我就会相信他依然对我有感情 他以为可以把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殊不知他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个小丑 我冷笑着关掉手机上的录音 眼里充满了轻蔑 好狗不挡道 给我让开 他不肯 甚至还想上前拉我的手 没等碰到我 就被人推开了 顾成挡在我身前 轻蔑地看着他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有胡臭的前任 顾成是我爸朋友的儿子 家庭背景相当 性格也合拍 我们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周浩气得脸都白了 怒吼道 沈嘉倩 你竟敢背后说我坏话 信不信我 他举起手想打我 但还没挥下去 就被我一脚踹倒 这半年我可没闲着 特地找了跆拳道教练 每天练习 防身技能不在话下 转身离开时 我顺手把刚刚的录音发给了白依依 文件发送成功的那一刻 我把它拉黑删除 我的生活已经往前走了 过去的人就该留在过去 我后来的朋友告诉我 白依依在原来的公司被开除了 周浩担心家里断了收入 就逼他去朋友的店里做服务员 那个朋友色心很重 见到女人就想动手动脚 白依依依侣被他骚扰 回家跟周浩抱怨 可周浩却冷冷回应 别人怎么不摸 就摸你 是不是你自己勾引的 白依依因为这是对周浩积怨已久 但真正让他情绪崩溃的 是我发给他的那段录音 那天晚上 他被周浩的朋友侵犯 哭着想报警 却被周浩拦下 他不仅不让报警 还反过来指责他水性洋花 给他戴绿帽子 甚至对他拳打脚踢 白依依一开始被周浩一家洗脑 真以为是自己对不起他 直到听到那段录音 他才明白周浩根本不爱他 只是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 早就想跟他离婚了 他拦着不让报警 根本不是为了他 而是想拿这件事威胁朋友敲一笔钱 被欺骗 被侮辱 被利用 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 最终让他失去了理智 一个夜晚 白依依在周浩的水杯里放了大量安眠药 趁他熟睡时将他闷死 第二天早上 周浩的父母发现死在床上的儿子和自杀的儿媳 当场吓得偏瘫 我听到这些消息时 正好在婚纱店是婚纱 对于他们的惨淡结局 我心里毫无波澜 周浩和白依依不过是我漫长人生中两只微不足道的苍蝇 我的人生不会为他们停留 我会继续向前 迎接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远嫁的女人不管到多大年龄 对家人都有一份强烈的思念 可是由于相隔万水千山 再加上家庭生活条件的限制 想回趟娘家确实难上加难 但是在远的路、在漫长的时间 也阻挡不断血浓雨水的亲情 李女士的母亲今年七十岁了 母亲是远嫁的 李娘家有两千多里路 已经二十五年不回娘家了 去年 母亲生了一场重病 病床上的老人非常想念娘家人 李女士只好试探着给舅舅打去了电话 李女士也不知道舅舅是否会赶来看望母亲 毕竟母亲已经二十五年不回娘家了 彼此之间很少联系 没想到两天后 三舅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母亲和三舅抱头大哭 临走的时候 三舅留下了一个黑色的蹄包 几天后打开一看 全家人当场落泪了 来自李女士的讲述 我们生活在鲁中平原的一个县城里 我有姐弟四个 我今年四十六岁 是大姐 我还有三个弟弟 当年中专毕业以后 我分配到了一个偏远乡镇工作 三个弟弟也都事业有成 我父亲是从企业退休的 他年轻的时候在一家机械厂跑业务 一年父亲去了江西出发 在那里遇见了母亲 两个年轻人之间有了好感 父亲回来后 他们书信来往 后来母亲就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嫁给了父亲 父亲是工厂的业务骨干 他带领机械厂从衰落走向了兴隆 后来在全厂职工的一致推荐下 父亲当了厂长 母亲没有工作 在工厂里开了一间小卖部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 和外地亲戚的来往就是靠书信联系 我母亲是初中毕业的 她经常给姥姥家写信 每隔半月二十天的 母亲就从我的文具盒里找出一支笔 坐在灯下一笔一画地写信 信指常常被母亲的泪水打湿了 母亲写信的时候总是用手捂着不让我们看 有一字我好奇地问她都写了些什么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说说这边家里的大人孩子 再问问姥姥家那边的情况 每当母亲收到姥姥家的来信 她总会边哭边看 父亲当上厂长以后 她的办公室里有一部电话机 姥姥家那边有集市的时候也会打电话 母亲说姥姥家住在一个山区的村庄里 离镇上还得有几十里路 要想打个电话也不容易 得去镇上的邮电局里打 每到过年和过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 母亲就让父亲给姥姥家寄几十块钱 表达一下孝心 我父亲去南方出发的时候也会转一下路去姥姥家看看 我十五岁那年放了寒假的时候 母亲领着我和三个弟弟去了一趟姥姥家 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探亲 去姥姥家的路上 我才真正理解了山高路长这几个字的含义 我们先是从县城坐两个多小时的客车去了市里 又从市里坐绿皮火车 近二十个小时才到了南昌 在火车上 三个弟弟又吵又闹 一会儿要买水喝 一会儿又要买面包吃 母亲怕花钱就不给买 当时虽然我们的父亲是厂长 可是他也就是拿那点工资 而且他还经常用那微薄的工资接济乡下的亲戚和工厂里困难的职工 多亏了母亲开着小卖部 还挣点钱补贴家用 平时我们家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 一个米粒都不能浪费 临坐车的时候 虽然父亲给足了母亲路上的盘缠 但是母亲还想省点钱 当几个弟弟吵着要买东西的时候 母亲一会儿劝这个 一会儿劝那个 劝不住他们只好大声呵斥 吵成了一锅粥 母亲生气地说 以后再也不带你们去姥姥家了 三个弟弟当时年龄小还不懂事 最小的弟弟哭着说 谁稀罕来啊 我坐火车坐得够够的了 根本不如在家里舒服 我再也不跟着你去姥姥家了 到了南昌以后 我们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一路颠簸才到了姥姥家的县城 从县城里就没有通往姥姥家的客车了 没办法 母亲只好雇了一辆拖拉机 我们坐在拖拉机的后兜子里 轰隆隆的山路陡峭 我们两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往姥姥赶去 凛冽的寒风一个劲地往我们的衣领子里钻 我们娘五个都动得缩着脖子 最小的弟弟竟然还呕吐了 因为颠簸得太厉害了 来姥姥家一趟太不容易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很少回娘家 天黑的时候 我们终于去了姥姥家的房子盖在一个山坡上 周围是零零散散的农户 他们都已经点灯了 我有三个就两个仪 他们都在姥姥家里等着我们一起吃晚饭 一进门 姥姥一家人抱着母亲放声大哭 姥姥和姥爷把母亲拉到灯下 仔细地端向母亲的脸说 闺女 你比以前瘦了 比以前显老了 你看你的头上都有白头发了 母亲苦笑着说 爹娘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 我只不过为这四个孩子操心不少 天天要吃要喝的 我们这次来姥姥家带了不少礼物 大包小包的 有母亲给全家人买的衣服 还有糖果点心 母亲拿出来一一分给大家 姥姥抹着眼泪说 闺女 你能带着外孙来看看我们就行了 咱们隔了好几千里路 你在路上还得领着四个孩子 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呀 我们在姥姥家住了下来 每晚母亲和姥姥老爷几乎不睡觉 一直在那里说话聊天 母亲用方言和姥姥老爷说话 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说一阵就哭一阵 我听了心里也酸酸的 我们在姥姥家过的春节 大年初一的早上 舅舅和医美人给我们十块钱 在那个年代里十块钱就不少了 我们刚想伸手接着的时候 母亲把我们拉到了身后 说不能要他们的压岁钱 我三个弟弟年龄小不懂事 嫌母亲不让要钱 竟然都哭了 姥姥把母亲说了一通 姥姥说孩子们好不容易来过个年 你干嘛惹孩子们哭啊 这点压岁钱是给孩子们的 也不是给你的 赶紧让外孙拿着 弟弟们这才破体微笑 但是我说什么也没有要 舅舅何以给得压岁钱 一位母亲悄悄告诉我 三个舅舅和两个一家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们怎么能好意思要他们的钱呢? 我们本来打算正月初六就要往回返的 可是姥姥说不舍得我们 姥姥哭着说这次来了下一趟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硬是把我们留到正月初时才让我们走 姥姥家给我们带上了各种各样的特产 有年糕 有腊肉 还有干笋的 三舅从村里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把我们送到了县城 在车站上 三舅找了一个小吃布 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个小笼包吃了 坐上客车以后 三舅站在路边一直朝我们挥手 我看到他不住地擦眼角 母亲坐在车上也是泪流满面 母亲对我说 你三舅和我最亲 我们两个只差一岁一起长大的 我虽然比他大 可是从小他不管什么事都让着我 有好吃的也先给我 平时多数都是你三舅给我写信的 我们只去过姥姥家这一次 从那以后 我们忙于学习 后来又个自成家立业 主要是路途遥远 太不方便了 再也没有去过姥姥家 姥姥是七十八岁去世的 母亲回去奔丧了 回来以后由于悲伤过度 母亲一病不起 躺了好长时间 到了第二年 老爷病危 舅舅打来电话的时候 父亲没有敢让母亲知道 他身体非常虚弱 他也是倒下了 我们这一大家子就完了 父亲给母亲说他要去南方出发一趟 其实他是去了姥姥家送别老爷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娘家 那些年 三个弟弟考学买房子 成家立业 让父母操碎了心 母亲也很少提及姥姥家那边的事 父亲退休以后 曾经和母亲商量着要去江西看看舅舅何疑 回趟娘家 母亲非常期待我们知道 这些年 虽然母亲嘴上不说想念娘家人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他呆呆地坐在窗前 他是想家了 当父亲和母亲计划好了行程时 万万没想到父亲突然查出了癌症 那些日子 一向健健康康的父亲突然消瘦了很多 几个月的功夫瘦了二十多斤 我们很担心 让他去医院查查 可是他说浑身不疼不痒的 哪有什么大毛病啊 后来有一天早上 父亲咳嗽 突然咳出了一口鲜血 母亲吓坏了 赶紧陪着父亲去了医院 没想到父亲从医院里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是肺癌晚期 住院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趋势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 父亲走了以后 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好多 他天天坐在家里 对着父亲的一项默默地流泪 由于家里突然发生了变故 母亲再也不提回娘家的事了 我们姐弟四个都要忙各自的工作和家庭 也无法抽出时间来陪着母亲回娘家 去年的时候 母亲生了一场重病 做了一场大手术 手术效果不错 但是母亲的精神状态一直萎靡不振的 天天昏昏欲睡 我们姐弟四个在轮流伺候母亲 那天母亲睁开眼睛对我说 闺女 我算了算 我已经二十五年没回娘家了 现在我得了重病 看来这辈子我是见不上娘家人了 说着说着 母亲的眼泪滚滚而落 我也陪母亲掉起了眼泪 三个弟弟都对我说 他们照顾母亲的时候 母亲也不住地说娘家的事 我们这才知道病中的母亲特别想念家人 我们得满足她这个愿望啊 可是路途遥远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舅舅和姨 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打个电话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告诉他们母亲生病的事 他们能来吗? 毕竟是好几千里路 再说他们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出趟远门很不容易 母亲天天念叨那三个舅舅和两个姨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给他们打电话 我给大舅和二舅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一个关机一个没有接 可能正在忙吧? 我给三舅打去了电话 响了几声 那边就接通了 听到三舅的声音 我忽然悲从中来 我一下子感觉到了久违的浓浓的亲情 我哽咽着告诉三舅 三舅 我母亲生病 做了一场大手术 身体很虚弱 这几天 她一直在念叨娘家人说想你们了 我没好意思说出口 请三舅来看看母亲 三舅一听 马上心急火燎地说 万生女你别急 你慢慢地告诉我 你母亲到底怎么回事 我详细地把母亲的病情告诉了三舅 三舅听完毫不犹豫地说 外甥女 你告诉我姐 我马上让儿子给我订飞机票 我坐飞机赶过去 你让我姐等着我 我一定会尽快过去看她的 我两行热泪滚滚而落 我连忙说 三舅 我给你转过去三千块钱 你当作机票钱吧 三舅说 外甥女 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去看看 我姐是应该的 可不能让你出路费 以前我姐夫活着的时候 他每次来南方都会给我们放下钱 我们一直记得 现在我们的条件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这点机票钱还是能拿得出来 到了第二天下午 三舅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我去市里的飞机场接着三舅 几十年不见了 三舅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带着三舅来到医院里 一进病房 三舅和母亲相拥嚎啕大哭 母亲哭得几乎成了泪人 他说 三弟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上你了 你千里迢迢的来看我 让你受累了呀 三舅告诉我们 那几个遗和就知道 母亲病了以后都非常牵挂 但是由于相隔太远了 大家就委托他来看望母亲 三舅在医院里陪了母亲整整十天 母亲的身体一天好起一天了 三舅这才放心了 三舅临走的时候 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母亲一看到手提包 眼睛亮了一下 三舅说 姐 你应该认识这个黑提包 这是当年我姐夫去咱家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时候咱家里穷 我连个提包也没有 姐夫就把他这个提包给我留下了 让我用的 当时姐夫还给我留下了六十块钱 我拿着这六十块钱去镇上开始做点小生意 日子才慢慢好起来了 现在我把这个黑提包还给你们 就当个念想吧 我觉得这辈子都欠了姐夫的恩情 说着三舅把黑提包放在了厨子里 我提前给三舅买好了飞往江西的机票 弟弟每人给了三舅两千块钱 让他回去以后给另外那些亲戚买点礼物 临出病房了 三舅又返回来 握着母亲的手 泪流满面 难以分别 他哭着说 姐 以后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见上一面 我赶紧安慰三舅 说三舅你不用难过 当我母亲身体好了以后 我们带着她去看你和那几个亲戚 母亲又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 恢复得差不多了 终于要出院了 我们开始收拾住院时用的东西 母亲嘱咐我一定要把三舅留下的那个黑色的提包带回家 可别忘了 我当然忘不了 那是父亲用过的东西 我能忘记了吗? 我把黑提包拿过来递给了母亲 母亲用手抹杀着 说我对这个黑提包印象很深 当年由于机械厂里的效益很好 你父亲去县里领奖的时候 县里奖励给他的 他平时不舍得用 只有去外地开会或者出差才拿出来 没想到他会送给你 三舅母亲随手拉开了提包的拉链 虽然过去了好多年 提包边缘有些磨破了 但是拉链还是好好的 母亲拉开拉链以后 他突然颤抖着声音说 闺女 儿子 你们赶紧过来看看 我们凑过去一看 原来提包里有一个蓝色的布包 底下还有一个厚厚的信封 母亲先打开了布包 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小发卡 还有两截掉了颜色的红头绳 一块淡绿色的手帕 母亲突然哭了 她说 我认识这块手帕 也认识发卡和红头绳 都是我小时候用过的 没想到你三舅这么有心 竟然给我烧来了 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大哭 我和弟弟谁都没有劝她 我们知道 母亲是想起了她承欢父母膝下的岁月 更想起了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家乡 紧接着母亲又拿起了信封 拆开一看 里面竟然满满一信封的钱 我们仔细一看 共有五搭钱 每榻钱都用红纸包着 上面写着舅舅和姨的名字 每榻都是四千块钱 一共两万块钱 看到这一切 我们一家人泪如泉涌 三舅不声不响地放下了这么重的厚礼 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知道 我那几个舅舅和姨家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村人 他们为了儿女买房子 出钱出力 日子过得也不宽裕 可是当他们知道母亲生病以后 依然委托三舅带来了他们的心意 去年年底的时候 母亲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我和大弟弟陪着母亲坐飞机回了一趟娘家 因为工作原因 大弟弟需要尽快赶回来 我们只停留了三天 临走的时候 我们给三个舅舅和两个以每家六千块钱表达了我们的孝心 前些日子 我收到了三舅给我寄来的一大包笋干 三舅在微信里说 只要我们愿意吃 她会经常给我们寄 吃着笋干炒肉 听着母亲说起她做姑娘时在娘家的竹林里乘凉的情景 这笋干我们吃出了姥姥的味道 良好才是好亲戚 越走越近 虽然路途遥远 相隔千山万水 但是血浓雨水的亲情不会随着时间而流逝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浅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她二十八岁 月入六万 男友急着结婚 她意外发现她秘密 果断分手 宋叶二十八岁经营一家形象管理中心 主要做文媒、眼线、美甲护肤 还销售一些护肤品 如今她已经有很多老客户 而自己也经常去学习新技术 每月稳定收入都在六万以上 宋叶大学毕业后 找了一份行政文员的工作 每个月只有四千工资 本来她觉得只要认真工作 慢慢就会好的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也充满了勾心斗角 简直媲美宫斗剧 她实在感觉心累 回家和爸妈商量后 虽然爸妈不太情愿 可是看她坚持 只能送她去正宗学院学习文美等技术 花费也是爸妈给她的 这次去学习 宋叶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出入大学校园的小姑娘 而是为了有条生路拼命努力的人 她每天在课后 除了吃饭和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练习 回到宿舍还在纸上画眉 每天不画够五百对 她绝不休息 在她的努力下 一年后 她的手艺已经特别好 根据脸型做出最好的眉毛 对她已经是信手拈来 宋叶回到家 在爸妈的资助下 开了自己的形象管理中心 主打文美眼线 美甲 护肤 当然也有各种化妆品 她的店刚开始 只有她一个人 所有的服务都是预约的 起步真的很难 可是有了一个人 就有第二个人 慢慢积累了一大批客户 宋叶一般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十点 每个时间段都有约好的客人 开店一年后 她收了几个学徒 叫他们做美甲 护肤这些基本操作 而给客人做美眼线 都是她亲自来的 因为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 她没时间找对象 爸妈急得不行 在宋叶二十六岁那年 她终于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开心得不行 可是妈妈说 小叶啊 你都快二十七岁了 怎么也得找个对象谈 一年后结婚生孩子也得二十九岁了 宋叶想了想后 也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她真太忙了 每天每个时间段都有预约 她又不想提前下班 总觉得那要少挣很多钱 她就接受不了 最后在爸妈的坚持下 她决定每晚七点下班找个对象 宋叶正在烦 怎么找个男友 正在这时 她当初买房子时 那个房产的工作人员加她微信 她还以为有什么事情 没多想直接通过了 对方说 宋小姐你好 因为你是一次性全款 所以我们公司有礼物送客户 我已经给你申请好了 你看 是我给你寄过去 还是你有空来拿一下 宋叶听了后也挺高兴 人就是这么奇怪 有时候明明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 可是听说有礼物还是会惊喜一下 宋叶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人叫张一文 算是她买房的客户经理 张一文 我想着你刚买房肯定需要一些厨房用品 给你申请了电饭锅、空气炸锅、还有一台电烤箱 宋叶有点惊讶 如果是品牌的 这些也要不少钱 还没等她问 张一文已经主动说 宋小姐你放心 都是苏伯尔品牌的官方正品 宋叶 嗯 我正好可以用 那就谢谢你 我给你地址 你帮我发快递吧 从这之后 张一文经常给她发个消息问候一下 慢慢两人熟了 宋叶觉得她幽默风趣 又有一种成熟稳重的复杂气质 她慢慢被她吸引 两人交往起来 张一文也很忙 毕竟做房产销售的 不忙就意味着没钱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时代 努力都不一定有结果 更何况不努力的呢 可是她却经常做好饭给她送过来 有时候她有客户 必须晚上工作 她一边陪她 一边在笔记本上整理自己的客户名单 宋叶带她见了爸妈 他们也很满意 张一文每月工资也有一万多 有时候提成很高 可是她没有房子 这让宋叶有点疑惑 毕竟按她的提成 首付一套房子应该不是问题 毕竟她已经三十一岁了 宋叶没那么多心思直接说一文 你怎么一直没买房啊? 你们公司虽然有宿舍 可自己有房子更方便呢! 张一文、小叶、我老家在县城 我给爸妈在县城买了一套别墅 这几年挣的钱基本都花在那套房子上了 宋叶可是在省城买房子 可比县城的别墅有升值空间吧! 你还是做房产销售的 应该更懂啊! 张一文、小叶、我爸妈辛苦一辈子 我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块地方可以让她种花种彩 等我挣钱了 我当然要想办法满足她了 宋叶没再说什么 毕竟那是她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她多嘴 宋叶房子离她的店很近 她买房后一直单独一个人住 张一文和她确定关系后 一直暗示他们同居 不过宋叶拒绝了 在宋叶看来 同居是最有风险的事情 如果能修成正果 那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万一有个变故 作为女方可能会有一些承受不了的痛 张一文看她这么死板很不高兴 可是后来又很理解两人商量结婚的事 她先带宋叶回家 他们开车五个小时也就到了 张一文家的别墅在县城边上 每一家都有围墙 院内有一片园子 可以种花种菜 里面是个两层楼的建筑 一楼客厅厨房 还有两个客房 二楼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其他都是房间 整体格局很不错 宋叶觉得如果老了 有这样一套房子确实很不错 张一文妈妈很健谈 一直拉着她手 问长问短 晚上给她做了一桌好吃的 晚上她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 外面有一个阳台 放着一张糖椅 她断了一杯牛奶 躺在哪看着深邃的夜空 享受着难得的清静 刚才饭后 她爸爸说按当地行情 彩礼一般在六万到十二万之间 他们家也只能按这个数准备 宋叶来之前也和爸妈商量过了 彩礼不要求什么 只要他们有这个态度就行 所以当时宋叶直接表态说 叔叔阿姨才离我们家没意见 我爸妈说了 他们也给同属陪嫁 看他们不说房子的事 宋叶还是干脆地问叔叔阿姨 如果我们结婚后 肯定要在省城生活的 而一文现在没房子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他爸妈互相看了一眼 说 小叶 你看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 再多几个人也够住了 所以才没考虑给一文买房子 说句实话 我们也就他一个孩子 一直希望他回来工作的 宋叶皱眉看着张一文说 你打算回来在县城这找工作 张一文 没有 小叶 我不会回来的 在这边我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 这边我一个月可能都挣不了五千 宋叶 哦 那就好 那房子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张一文 小叶 你放心 我已经打算首付买房了 婚前肯定没问题 宋叶 嗯 那就好 我们可以一起看房子 首付我出一半 写我们两人名字 谈好后 他就到给他准备的房间休息了 楼下他们一家三口还在商量 宋叶喝着牛奶 觉得味道真的很香甜 他觉得妈妈真是瞎担心 总怕他嫁不出去 这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第二天 宋叶早早就起床了 这个县城很古朴 周边更是幽静 空气清新 他一个人慢慢走出去 在附近转转 宋叶看见新鲜的水果买了一些 又去较远处市场买了一些包子 油条 豆浆 带回去当早饭 他推门进去 把东西放在厨房 回房间换件衣服 他在阳台上看着远处 深呼吸了好几次 却突然听到了张一文的声音 他刚想开口喊 却一下子住了口 张一文可能很生气 声音很大 只听他愤怒地喊 谎言 我告诉你 你如果还想要你的钱 你最好别多事 乖乖给我闭嘴 不然你一分都别想得到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他又听到砰的一声 可能是张一文踹了一脚桌子 还是凳子 宋夜皱紧了眉 看来张一文就住在他旁边 有可能敲过他的门 知道他出去了 不然不会这么大声的 张一文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说 哼 谎言他可是我女朋友 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就算找到他 你以为他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所以你就别多想了 等我结了婚肯定有钱还你的 他吓了一跳 听他说法 他肯定欠别人钱了 可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提到他们结婚的事 宋夜不想让他知道他在房间的事 没有再听 反而是迅速下了楼 宋夜去厨房 把自己买的东西拿到餐桌上 然后大声喊一文 让他下来吃早饭 这时他看见他爸妈也回来了 笑着说 叔叔阿姨快来吃早饭 我在那边市场买的 排队的人很多 肯定好吃 而张一文也下来了 笑着说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还起这么早 我看哪 你就是个劳碌命 他们吃了早饭 张一文带他去县城转转 还去附近的农家大棚采摘了些草莓和葡萄 买了一些新鲜的菜和两只土鸡 张一文笑 他没见识 见什么都想买 宋夜笑着说 我带回去给我爸妈尝尝 他们肯定喜欢张一文 呵呵 如果他们喜欢 我以后经常给他们带 宋夜虽然一直笑着 可是自己心里已经有了个疙瘩 让他很怕 吃过中午饭 他们要赶回去了 店交给几个学徒他还是很担心的 那可是他好几年的心血 走前阿姨给他了一个红包 说 小夜 你真是个好姑娘 这是阿姨一点心意 也是规矩 你别嫌少 宋夜退去了两次后还是收了下来 在车上他笑着打开数了数 开心地说 哈哈 我发财了 两千的红包 张一文笑着说 你呀 自己挣那么多还这么财迷 宋夜 我那都是辛苦钱 你看这两天没干活 收入少了好多 张一文送他回了爸妈家 帮他把那些东西送上去后 接了一个电话 先匆匆走了 妈妈看到土鸡笑着说 小夜 来 我教你做大盘鸡 以后结婚了 家里来人你也可以露一手 我可告诉你 我做的大盘鸡可没人说不好吃的 宋夜 我才不学呢 我哪有那个时间做大盘鸡 想吃回来让你给我做 要不就外面买 看妈妈气得不行 她只好不情不愿过去学 妈妈突然说 小夜 发生什么事了 我怎么看你有心事 宋夜靠在妈妈背上说 妈 你可真厉害 每次我有事肯定瞒不过你 然后她给妈妈讲了听到的事 说 妈 你说是我多心了 还是张一文真有问题 我现在该怎么办 妈妈洗了手拉着她出来 把这事告诉了老爸 说 老宋 你怎么看这事 爸爸皱眉说 小夜 你还是先放缓一下结婚的事 我觉得这是不简单 等弄清楚了再说吧 宋夜点了点头说 好 我知道了 爸 我听着他教那人谎言 我哪天看看他手机 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人的电话号码 张一文找宋夜看房子 他也抽空去了 毕竟那还只是猜测他 看他认真准备的样子 心里却很烦躁 这天等宋夜忙完 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他笑着说 走吧 我请你吃好吃的 他们去吃海底捞 宋夜喜欢吃火锅 还喜欢吃香辣味的 张一文笑他说 小夜 你还天天给人做护肤 让人家不要吃辛辣的 结果 你自己经常吃辣的 宋夜 哈哈 我的皮肤和我人一样 皮是没办法 吃什么都行啊 张一文看他嘚瑟的样子 笑着摇摇头 他看起来真的不像是一个快三十岁的人 反而有一股孩子般的纯真 有时候 张一文觉得他真不适合做生意 可是宋夜笑着说 我做生意靠的是手艺和真诚 客户看重的就是这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老客户 而老客户又带新客户来 口碑好了 生意自然就好了 他说完后突然说一文 你不会有事瞒着我吧 我可告诉你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欺骗你 有事赶紧坦白从宽 张一文 呵呵 你怎么不说抗拒从严 你就是想多了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再说 我们经常在一起 想瞒也瞒不住啊 宋夜 哈哈 手机拿来 我要提前检查 看有没有和小姑娘聊天 或者发五百二十红包 张一文 把手机给他说给你慢慢看 我去看看有没有果汁 宋夜 心里有点犹豫 不过那天听到的事情就想一根刺 他必须要搞清楚 看张一文走了 他迅速地查找通讯录 果然查到了谎言拍照保存了号码 然后他又在微信里按号码查找 却没有找到这个人 宋夜眉头皱得更紧 锅已经开始沸腾了 肉和菜也都上齐了 可是宋夜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对这段感情没有一点信心 感觉火锅也不好吃了 张一文热心地给他烫毛肚 说赶紧吃 火候刚好 他还是那么细心 高大又帅气 他其实真的很喜欢他 很想和他结婚 一起努力生活 可是他心里已经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他都有股冲动想把拍了电话号码的那张照片删了 他只能低着头使劲吃 虽然他已经尝不出美味 可对此时此刻的他来说 吃能让他暂时不去想任何事 吃完饭 他回到住所 死死看着那张照片 那个号码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 宋夜不知道他打通那个电话该怎么说 他们根本不认识他 会告诉他实话吗? 而他到底要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如同开盲盒一样 可是还是不一样 盲盒最多就是失望 可是这件事可能影响的就是他的婚事了 宋夜实在没勇气打电话 而是想着第二天回家 到时候再说吧 宋夜推了第二天下午的预约 中午就回家了 爸妈还在上班 中午都没有回来 他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 一动都不想动 爸妈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那么躺着 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妈妈看着他说 号码拿到了 宋夜把号码发给了妈妈 还是躺着没动 没一会儿 爸爸拨通了电话 接通后客气地说 你好 请问是黄炎吗? 对方礼貌问我是黄炎 请问你是谁? 找我有事吗? 爸爸开得免提 宋夜听得清清楚楚 爸爸说 我是想问一下 你认识张一文吗? 他就要结婚了 可是没钱买房子 说是你借了他的钱 可是你们是朋友 他不好意思找你要 还没等爸爸继续说 对方生气地说 我知道他要结婚了 可是你错了 不是我借他的钱 是他借了我的钱 而且一分都不还 爸爸 不可能 他一个月挣一万多 而且还给家里买了一套别墅 怎么可能借你的钱? 难道是买房时借的? 黄炎肯定地说别墅他家没买别墅啊 爸爸什么意思? 你可别骗我 我女儿说了 张一文告诉他 你欠他十万 我也实在没办法 想着让我女儿赶紧结婚 才拉着老脸给你打电话的 你可怜 一下我这个老头子 赶紧把钱还一下 他们房子都看好了 黄炎真的生气了 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说了是他欠我的钱 不是我 而且你最好考虑清楚 你女儿这婚能不能结? 就我知道的 他家已经把老房子卖了给他还账 而且目前他借了像我这些朋友的有十多个人 而网络贷款更是很多 最少也有一百多万了 爸爸 不可能 那他拿什么买房子? 谎言 具体我不知道 不过他给我保证 让我再等等 只要他结婚了就有钱还我了 爸爸 那他借你多少钱? 还有你知道他为什么借那么多钱吗? 谎言 既然你们知道我的电话肯定也听说一些了 我也不想害人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 他借了我八万 他应该是参与网络赌博了 他爸妈为了还账把他们的房子都卖了 所以你说的别墅我不清楚 挂了电话后 爸爸沉声说 小叶 你应该还记得那个别墅的地址吧? 明天我请假 我们去看一下 宋叶带着妈妈和爸爸开车去了那个县城 他找到那个别墅一看 竟然锁着门 妈妈找不远处的邻居打听了下 才知道这个别墅主家不住者 平时就是他家一个亲戚来照顾 帮着打扫房子 收拾院子 爸爸说 小叶 算了吧 太恐怖了 这样的人 你可绝对不能结婚 小叶 如果是别的原因借钱 我都愿意帮他一把 可是赌博 那可是会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的 宋叶点了点头 说 我知道 爸 我回去就和他分手 这样的人 我见都不敢见了 太可怕了 爸 如果那天我没听见 我可能就傻傻嫁给他了 他肯定看上我那个店了 想着用我挣的钱给他还账 妈妈 是啊 以后找对象可更要小心了 小叶 现在的人太恐怖了 我还是找人给你介绍比较熟悉的吧 宋叶妈 这是以后再说吧 我都要吓死了 现在可不想找对象的事 妈妈看着他无奈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次真是吓着宋叶了 宋叶回来后 直接给张一文发消息 说一文 我们的婚事要还两年了 我妈今天找人给我算了算 说我必须晚婚 最少也要三十岁以后 张一文 小叶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信这个 小叶 我们都不小了 赶紧结婚生个宝宝吧 我爸妈等着抱孙子呢 宋叶 一文 对不起 我已经答应我妈了 现在肯定不行 你别急 我慢慢再和她谈 也许不用两年 她就同意了 宋叶不敢直接告诉她 毕竟在她看来 现在的张一文 就像个亡命之徒 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 她很害怕宋叶也不敢回自己房子了 而是每天早早关店直接回家 她约她也不出去 只是告诉她妈妈不同意 她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可是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末晚上她在家楼下碰到了张一文 她生气地问小叶 到底怎么回事 宋叶无奈地说 张一文 我们分手 我爸妈希望我嫁的人必须全款买车买房 而我和他们吵了好几次 现在我不想结婚了 而且我妈说 就算你有能力买车买房 我们也要两年后再结婚 一文 对不起 我不想耽误你 你去找个更好的姑娘 我们分手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说完她跑回家 结果看见客厅坐着个男的 正在和爸妈聊天 妈妈说 小叶 这是药委 你薛姨的儿子 原来一直在部队 如今转叶回来了 在检察院上班 我让她来家里坐坐 宋叶笑着打了个招呼 她也明白妈妈的意思 她悄悄看着 她觉得她虽然没有张一文白净斯文 可是看着堂堂正正 让她觉得很安全 等她走了 妈妈才说 小叶 我觉得药委人是很好 可是比你大得太多了 她今年都三十八岁了 原先一直在西藏那边 根本找不到对象 现在回来了 你薛姨想让我给她介绍对象 我看你很怕张一文胡来 想着你可以先和她试试 不合适再说 至少我觉得她能保护你 宋叶答应了杨药委 也对她很满意 每天晚上来店里陪她 送她回家 他们在一起时 张一文来店里找她 看见两人后大闹了一场 被药委一把抓住 手动也不能动一下后 吓跑了 那之后 张一文再没来找她 后来她听说她去了别的城市 好像是为了躲避那些要钱的朋友 她和杨药委发展很快 半年后他们就结婚了 虽然她比她大十岁 可是经历了张一文后 她需要的就是她给的安全感和对她的宠爱 在家什么活都是药委干的 她只要躺在沙发上吃水果刷具 日子别提过得多美了 宋叶喊着说 大鼠 你是看我怀孕了才这么勤快 还是以后一直都这样 杨药委笑着说 放心吧 现在宠着你一个 等你生了 我和孩子一起宠着你 宋叶觉得这是她听过的最好的情话 写在最后 给自己一些时间 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 接受自己 爱自己 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 该来的都在路上 人生挥别错的才能核对的相逢 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 学会思索 学会等待 学会调整 人生有很多时候 需要的不仅仅是执着 更是回眸一笑的洒脱